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看到了这是无锅鱼料理 这个月我设计了两道 会慢慢带给大家看 首先我使用的是 邱家兄弟邱金瑶的 生态养殖无毒水产 对我来讲我觉得 使用生态养殖的水产 是比零减出或者是价格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来得重要 因为它是友善地球环境的养殖方法 然后你看到这边 我会把鱼肚里面的血水 还有一些杂质都洗干净 然后我就稍微把它擦干 然后抹上盐渠 所以我鱼就先放旁边 因为抹盐渠 我大概会让它大概十分钟左右 然后锅子呢我淋上了橄榄油 然后摆上我切好洗好的山苏 因为现在合作设架上的蔬菜比较多 天气渐渐的凉了 所以冬季蔬菜多了 大家就可以多吃新鲜蔬菜 这边我用到的是喜乐之犬的野生甘树脂 我觉得这一款的味道啊 比较甘甜 咸味比较没有那么重 那在这道料理里面呢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实我没有加什么调味 因为我想要吃出鱼海鲜的鲜甜味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鱼用盐渠先抹过 然后加了野生甘树脂 然后我再加上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香料 就是马告 记得马告在使用的时候要压碎 因为这样香气才会出来 我总是觉得呢 越简单 然后调味越少的料理 越能够将食材的美味表现出来 所以我设计的每一道食谱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调味都不会很多 但是如果你跟着我的方法去做 你会发现你总是可以有新的味蕾刺激 味觉出现 因为像地中海料理就是这样 你有新鲜的食材 然后用比较健康的烹煮方式去料理 这样你才可以吃到食材的健康 食材的美味 在这里我要开始蒸煮之前呢 我再淋上橄榄油 我大部分用橄榄油来做菜 那苦茶油呢是拿来喝 那亚麻仁油呢不要加热 紫苏纸油呢也是 每一种油都有它的食用方式 所以大家要记得哦 我们现在吃食物啊吃东西 不是要吃饱而已 而是你要怎么吃 才能够不浪费那个营养 这边看到我大概开中火而已 然后你们可以找一个 有盖子的平底锅 然后类似像这样子的摆的方式 因为主要用盖子盖起来 会让它的热气跟水气在里面循环 这样就可以了哦 你看我盖上锅盖焖煮 大概六分钟左右 因为我使用这个锅子很小 那我们的无锅鱼也是比较小条的 所以其实它不会花你太多时间去煮熟它 你也可以用你的筷子测试 你可以擦得过这个鱼肉呢 就表示鱼已经熟了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你知不知道煮熟了没 你都可以测试的 很轻松的完成这道鱼料理 无锅鱼的大小呢 大概像我们手掌这样 那你也可以用干煎或红烧的方式或煮汤 它没有小刺 而且我更觉得它没有什么土味 很适合给小孩吃 或者是家里的长辈 而且它的肉质很细 接下来还会带来另外一道鱼料理 我们下次见 拜拜